在這個代表中呢 我們要統計的是 A欄重工單號 B欄日期 裡面同一個日期裡面有幾筆資料 而且咧 它有幾筆有重工單號 那這個資料要怎麼去算呢 很簡單 我們直接從 E2儲存格 我們輸入了什麼 Counterif範圍 V欄的範圍 V2到V3C 目前我們是設30筆 裡面等於目前我們E1 所設定的日期 這時候它就會算出來 在這個日期裡面有 2022年1月1號的幾筆 目前算出來是有7筆 那要注意到的喔 這個範圍是不動的 因爲什麼原因我們要把一個公司 帶移到幼園區 所以我們把它幹嘛 藍名的地方一定要按大德扇 貨幣符號鎖起來 然後這時候再往右拉 就會算出每一個日期 共有幾筆資料 也就是所謂的抽驗數量 然後呢 重工順序代表有幾筆 重工單號在同一個日期 那這時候會有很多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呢 就是用上普達特瓜糊 我們的日期裡面 等於E1 等於什麼 現在這個天 這一天的日期的 乘上A欄 不是空白的 不是空格的 有幾筆 然後相乘完結果 它幫你算出來是幾筆 兩筆 那這時候樣往右拉 往右拉就可以了 就會算出來 每個日期裡面 重工單有幾個 2324 那下面呢 除了這種做法以外 另外一種做法 我們不用上普達特 你可以用什麼呢 Counter if if V2到V31 等於E1 等於這個日期裡面的 日期裡面的 然後把它那個日期裡面的 資料抓出來 就直接抓它的A欄資料 抓一欄資料以後 我們來算它 A欄資料有幾筆 A欄資料有幾筆 那萬一假如我今天抓出來的是什麼 5筆 注意到 5筆的話 那這時候幹嘛 E2是幾筆 7筆 減掉5筆 就剩下什麼 2筆 2筆 由於這是一個正列的公式 所以幹嘛 我們結束的時候 按Ctrl Enter 所以我們看到它前後出現中括號 中括號 這時候在幹嘛 把公式旺右複製 就算完了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第三種 用Counter if 一樣 V2到V31 日期裡面 等於E1的 等於E1的 然後A2到A3C 大於什麼 大於空格的 就是說它 不是空白資料的 不是空白資料的 它就直接算出來幹嘛 兩個 兩個 這邊萬有拉也一樣 全部算完 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講 解法有很多種 隨便你 只要你覺得哪一種 是你最熟悉的 去應用就可以了